县长林明珍前往普里镇琵琶里南安路 会看琵琶桥上游与南投水利会橡皮坝设施间两侧互按位移损坏情形 林县长会看后指示公务处筹措经费 尽速发包设计改善 以免损坏扩大 违害南安路路基安全 县长林明珍会同副委员盘玉琴 议员黄石芳 毁镇长调制成慧坑 琵琶桥上游户外会以损坏情形 林县长说 该区段大牌户外的做 大牌今年手续期暴涨水流冲刷 户外基础掏空 为避免损坏扩大 恢复民众安全 幸福将技术策措经费发包改善 两岸的户外长约20米 各20米确实都已经崩陷了 谢谢县长这次有准与金费400万 来重新建设琵琶大牌的户外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可以动用 我们的灾害准备金 尽量来做修复 保护我们堤防的安全 尤其临阶南岸路 如果这叫帮来南岸路 都在拖下去 对整个道路中断 所以我们会尽快的来做抢修 把这个堤防修复好 结果林县长也会同华议员前往 批发里中心路汇坑 林县长实际看杀阔表示 去有许多路盾因年久失修 路面老旧 去有改善必要 便指示公诉 针对损坏严重路盾 重新副设A型路面 感谢应用路品质 维护民众安全 我们是管长来 今天来这里管车 这条路已经全久没收补了 想说来 复合的中间的时候 就再来收补一次 因为太坏了 这是林厂还有地方的人事 反映给本席 那中心路经过县长来会看之后 也有准理要局部的改善 那非常感谢县长 公诉表示 琵琶桥上游湖管年久失修 又因3月连续降雨关系 这时湖管被货土压力过大 湖管基础被掏空 有安全隐律 且上游有南投水利会 重要设施 自动倒服橡琵琶 上游水水量大 步行该错已先行 将经验范围移情时代为期 禁止人员进入 该错将因109年铺一阵 琵琶城附近工程计划 促作经费 精速发发设计 记者曾光佑 埔里采访报道